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欢迎收看今期热华 最近两套港产大片 《破地狱》和《焚城》 就推出了电影套票 给大家以港币120元 就可以看完两套电影 在11月1日就已经开售了 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抢 我就没买到 不过当然都会入场支持一下港产片 多个看戏之前 先看今期热华 乐图发布全新旗艦级便携音乐播放器 墨谷第二代 新机重388克 搭载高阶AK4191EQ 以及双AK4499EXDAC解码 支援独家远端传输协定LTTP技术 可以无损传输高阶式音乐信号 新机配备一个4吋触控屏幕 提供4.4mm平衡 和3.5mm非平衡接拨 4.4mm平衡接拨在32吋下 可以达每声道1000mW 而3.5mm非平衡接拨 就是每声道460mW 官方建议售价24800港币 我们编辑部早前已经率先 借了这部新机来做评测 打算深入了解新机表现的朋友 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影片 马兰市最近推出了两款 全新无线喇叭 Maranth Horizon和Grand Horizon 设计延续了 马兰市经典圆形延枪元素 进阶型号Grand Horizon 配备一个200mm低音单元 3.25mm高音单元 和4.76mm中音单元 最大输出功率高达370W 两款喇叭都搭配了Maranth Rise扩音技术 和Maranth Graffiti铝磁铁铁单元 支援HEOS应用程式 自定个人EQ 更加预在Sound Master 音响工程师调音模式 两款喇叭都支援Spotify Tidal AirPlay 2 以及多房间播放等功能 提供三种配色选择 预计2025年1月就推出了 售价分别是3500美金 以及5500美金 Kimbridge Audio推出了全新合拼式 解码择音机EX-A100 新机经历三年开发 设计灵感来自品牌旗舰HM后级 外观采用全新设计 搭载铝合金前面板 以及触感涌面音量船扭 用上AB类放大 8音输出下 每声度最高可以提供100W播放 配备ESS Sabre ES9018 K2M DAC解码 内置平衡XLR输入 三组RCA立体声输入 以及两组喇叭输出 支援蓝牙APTX HD 以及唇后级播放模式 可以配搭前级网络播放器 EX-N100一同使用 Kimbridge Audio EX-A100的官方定价是17800 而同期发售的前级功能网络播放器 EX-N100的官方定价是14800 Aroma Audio推出全新Type-C DAC便携解码器 原武 灵感来自中国神秀原武 设计以硅壳外形为蓝本 外壳以6061T6航空铝合金物料 经CNC切割技术制成 原武内置双CS-43198解码晶片 提供3.5mm以及4.4mm输出折博 最高支援PCM 32bit 768kHz 和DSD256格式播放 跟机已附设两种不同声音取向的OP-AIM 给用家自行更换 其中Aroma 01可以强化低频深度和立体感 而Aroma 02可以令高频更加细腻 令人声更加负呈感 原武的官方定价是2686港币 Airdon推出一款为黑胶爱好者而设的 主动式书架喇叭4.2PSP 内置MM和MC PHONO唱货 可以直播黑胶唱盘播放 新喇叭以250W 环形外置火牛推动 单元用上丹麦Wavecore特制22mm高音 和118mm低音单元 内置ROHM音信处理技术 和自家研发Class D扩音模组 并支援蓝牙5.0aptX HD无线接播 新喇叭的双体用上酸脂木皮包裹 设有低音反射孔RCA和Phono输入 并有两个超低Yout Pre-Out输出 它还提供多种阻抗和EQ控制 Airdon 4.2PSP主动式书架喇叭的 官方定价是7,800港币 Epson近日公布全新高阶雷射光源 4K家庭影院投影机EHQL3000W 新机搭载3LCD雷射光源 支援HDR10和4K120Hz影像输出 亮度达6000流明 可提供达500万比1对比度 拥有场景自适应加码校正 和动态式调影射功能 它的双眉透镜设计 有助于最小化光线重叠区域 减少亮度选耗 提高影像强度 新机搭载新型4K影像处理晶片 支援动态式调影射 和动态补偿技术 能即时进行影像分析和调整 EHQL3000W的官方定价是 14999美金 现在已经在欧美地区发售了 Samsung计划在2030年 逐步结束mini LED 和LED背光灯模组生产 并将热物重点转向QD OLED 和Micro LED面板 Samsung早在2022年 已经停止自家LCD面板的生产 并且改用其他供应商的LCD面板 而Samsung过去一直是mini LED技术的最大推手 更一直是Neo QLED电视为OLED电视的最大竞敌 另外消息指 Samsung正计划在2025年推出100至115寸电视型号 有望抢功大尺寸电视市场占有率 Feo最新推出一款小型USB解码2QA15 机身用上迷你卡式机风格设计 平行模式输出功率达560mW 搭载10段高精确度无损PEQ 有一个0.96吋IPS彩色LCD 运行时会显示卡带转动动动画 搭载Series Logic CS43198DAC 和SGMicro SGM8262双运算放大 最高支援768kHz 32bit PCM 和DSD256档案播放 配备USB-C输入3.5mm 和4.4mm输出 兼用Android、iOS和Windows等系统接播 有黑色和蓝色可以选择 官方定价是799港币 今日的今期热话就来到这里 是时候要去看电影 我都要去看子华神 不过看电影之前 记得要like、comment和share影片出去 订阅我们、按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资讯了 下次再见 拜拜